主席好 兩位長官好 我請教一下 這個4月30號 官方部有公布漢光演習 在6月底或7月初要辦嗎 我們漢光演習就是7月份 原來計劃就是7月 所以現在也是確定7月份 原來計劃就是7月 沒有更改 所以在520之後 所以這個是不是也隱含著 你會520之後會留任 還是會換旁邊這個 老闆主席我想 這個留不留任 內閣改組我想 這不是我們可以評論的 我們現在當前 官部來講 就當前要把韓世健這個案子 這個事情要趕快處理 因為這個 漢光演習如果7月也很快 再兩個月 對不對 你很多的準備現在都要開始 已經在做 已經在做 已經在做了嘛 所以 這個總是 在做的延續性嘛 所以我才問說 你留不留任的問題嘛 然後在現階段 我們所面臨的這個 台海的軍事環境 戰略環境 坦白講啦 蠻險峻的 所以我非常關心你會不會留任 因為整個國防政策 能不能延續 還有所有的 所有的國防戰備 能不能準備的妥當 跟 部長換不換人 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我必須想這件事情是 非常慎重的一件事情 那 我剛剛延續 漢光演習的內容 今年你們的幾大項目裡面 以前都有聯合防空作戰 火力運用 還有這個 灘案遷敵這些 這個大概都是例行的科目 那 今年你們有一項是 後備戰力運用 這一項是 比較特別的 在我看來 所以 部長 你能不能講一下 目前我們的後備戰力有多少 跟主席報告 後備戰力運用 在我們聯度漢光演習 它是一定要驗證 每一年都有 每一年都有 讓我們去年在 中部地區有 物力動員 民力動員 那個都屬於後備 今年我們也會做 今年因為配合中部地區 長後的 醫治的一個驗證 那後備部隊主要是 首備 我們目前可動員的 後備戰力是多少 是 我們目前 可以動員的後備戰力 總共兵力是有 20多萬人可以動員 20多萬 可以動員 可以動的是20多萬 我們可以徵用這 其實是非常非常之少的 如果這樣的話 20多萬再加上 現有的兵力 20萬 所以我們所謂的可視戰力 人員的部分是40萬 是這樣嗎 這是我們的一個可視戰力 對啊 人員上嘛 可視戰力的人員只有40萬 對 還有其他的一些部隊 對部長 這個 這也就是為什麼 Mariatti 3月 3月來的時候 他提出了說 台灣必須全面備戰 我覺得這有三大層面的 理由在這邊 一個是我們自己的可視戰力有多少 我們剛剛加總 大概40萬 那 再加上這裡面 後備戰力 還不是常常 被你訓練說 隨時ready 可以上戰場的 這中間有一個銜接的問題 你找來了之後 多短的時間內 能夠上去 部長 所以這是你漢官運行裡面 你的後備戰力運用 是不是 是不是 因為這樣 所以 這一次 你們有特別加強在後備戰力的運用這一塊 剛剛跟主席報告 我們每一年後備的驗證都會在做 那每一年主要的驗證項目是不同 那像去年就是跟主席報告 我們是一些 後備的一些物資 不管是民力物力的徵用 那今年就在 時兵這一塊 我們做守備部隊的一個驗證 跟長後部隊的一個 時兵的這一塊 對 後備戰力的時兵這一塊 是是是 所以我們會今年會 強調時兵的原因是什麼 這也是因為 因為在防衛作戰 長後本來就是一體 成如剛剛主席所提到的 我們要看 我們從驗證當中可以發現 好 那我們平常的訓練哪些還在講 強化 這個其實是蠻必要的 是 為什麼 我剛剛提到說 這個 戰略環境最近實際上是非常的嚴峻 我之前我也在提醒你說 這個在台海附近的演訓頻繁 是以前不曾見到的 加上現在疫情的關係 加上美中之間的關係 非常的糟糕 所以台灣在這個美中對峙的最呈現 坦白講 我們壓力很大 你有沒有壓力 當然有 當然有 那這接下來我要講 你可能壓力更大 墨建三月份就來講 他說 你們除了要全面備戰 我不曉得他有沒有誇大 有沒有擴大 但是他講出這樣的話 畢竟他是也算代表AIT 第二個 他有提到 類似像恢復真兵制 還有 就是 類似擴大武器採購 尤其飛彈的採購 對不對 飛彈採購的部分 像標準三型飛彈 標三 你們也在評估嘛 因為整個 第一島鏈的飛彈島鏈 美國所依賴的第一島鏈的飛彈島鏈 現在幾乎可以被共軍給穿越 所以整個飛彈部署的加強 也是美國在這方面 未來他們部署的一個重點 可是背後所隱含的這一些動機 為什麼講這樣的話 我必須給 兩位長官 尤其 我們國安局 我不曉得你們有掌握這些情報 這也是公開的 最新的 西加哥康守 芝加哥委員會 國際事務委員會 他們所做的美國的民調 部長你知道嗎 在支持 賣武器給台灣這件事情上面 美國的年輕人是怎麼看的 越年輕的美國人 其實越不在乎 千禧年後的 Minaria之後的 26% 在所有美國的對外事務當中 支持賣武器給台灣來對抗中國的 Minaria之後的26% X世代的 之後的34% 有51% 超過一半 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然後 我再給你看 另外一個他們的民調 在美國對外的 軍事武力的使用 的政策上面 有太多項了 包括北韓 萬一侵略南韓 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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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陸這個攻擊台灣 還有呢 在日本的一些爭議的島嶼上面 然後北約組織發生戰爭的問題上面 還有伊朗 西里亞的問題上面 這些比較之下 贊成 就是說 在中國大陸進兵台灣的這件事情上 贊成美國出兵的 是最低的 38% 去年2019年 這也是 每一次這樣子 每一年做民調 到去年才是最高 38% 同意出兵 但是我們跟其他的美國所面對的 國際事件的比較上面 這個事情是最低的 也就是出兵台灣這件事情的 的 同意率是最低的 贊成度是最低的 所以為什麼 Moriatti會講這個事情 意思就是說 今天戰略環境這麼的險峻 兩岸敵對泰斯不斷的升高 美中的對峙也在升高的時候 萬一有軍事衝突 很抱歉 美國的民意 並沒有那麼支持出兵台灣 美國的民意 越年輕的 並沒有那麼支持 賣武器給台灣 這是我們的戰略環境 所以部長 我們要自己靠自己 我們自己靠自己 我們依據我們的一個 建軍的構想 我們的一個國防戰略來做 臺北軍事交流不可否認是很密切的 但是不管是墨建主席或相關的一些看法 我們都列入參考 好 所以這延伸到這一次 你們去蹲目這件事情上面 你們去蹲目 繞行了 三四十天 其中有二十幾天大家都認為說 你們在海上應該進行的一些事情 你也提到了 只有停留帛琉一處 其餘都按計畫航線抵達特定海域 執行各項軍事訓練 好 我請教部長 這個特定海域包括太平島附近 特定海域有沒有包括太平島附近 我們都有做繞行 我上禮拜也跟你講了 是 因為為什麼特別提太平島 因為越南 美國 過去這兩個禮拜 都在這附近產生爭端 對不對 真是非常敏感的 所以我比較關切的是 在這個特定海域上面 我們有沒有跟美方進行聯合的演訓 或者其他國家 可以跟主席報告都沒有 都沒有 沒有 就完全我們自己的演訓 海上航行驗證 好 所以整個 我們所關心的重點就是 部長 你的壓力很大 尤其520快到了 對岸會採取什麼樣子的動作 過去來講文攻武嚇一直都有 大家好像也習以為常 但是 戰爭是這樣 我們就是 這個不怕一萬只怕萬一 那面對整個外在情勢 還有美方所透過出來的訊息 我們在整個國防武力上面 我還是要請部長 包括國安局長 你們兩位真的是非常重要 一個負責情報 一個負責準備 情報也要對 準備的方向也要對 否則 在目前這個惡劣的環境以下 我們對台灣的安全 我們真的會非常的擔心 對 報主席傾聽放心 我們國軍絕對有人有信心 守護家園 好 謝謝 我們也希望 謝謝 謝謝主席